鮑魚是中華料理的高檔食材 南非鮑魚也因為供不應求 稻采跟走私的情況非常嚴重 導致數量銳減 現在已經列入冰維物種名單 一個個肥美碩大 被譽為海味之冠的南非鮑魚 是不少韜客們的最愛 其中香港和中國是南非鮑魚的 最大消費市場 為了滿足龐大需求量 南非鮑魚在過去四十年來 遭到大量非法稻采濫捕 野生南非鮑魚生長緩慢 需要八到十年才能成熟 產量有限 一九七零年代 南非政府曾引進配額制度與刑法 來確保野生鮑魚數量穩定 到了八零年代末期 減去寬鬆 犯罪集團看準鮑魚的黑市經濟 大局走私非法裁捕的鮑魚 導致數量銳減 甚至瀕臨滅絕 可悲的是 連一般漁民也被生計所迫 鋌而走險加入盜彩行列 南非鮑魚合法的捕撈配額 每年最多一百公噸 但根據國際組織 在二零二二年的報告 光是香港 每年進口南非鮑魚 就多達兩千到三千公噸 其中部分被轉收到 中國 日本 臺灣等市場 這些鮑魚從沒有感受過 海洋或是礁石 養殖場透過選擇性繁殖的方式 調整鮑魚的生命周期 讓他們能夠迅速長大 野生鮑魚面臨生存危機 催生養殖鮑魚產業崛起 但是對於鮑魚團體提議 把養殖鮑魚野放 業者目前態度保留 業者表示除了不確定將養殖鮑魚野放對環境的影響 也希望政府在防止倒獵有更多作為 以免導致惡性循環 公視新聞 江文編譯